我们再来看一下假设刚才我们搜寻到台北火车站 别忘记刚才有人提到一个问题 我顺便讲好了 来请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这附近 要找这附近的拉面 当然我不是说打个拉面 打个拉面之后 先跟各位讲 打个拉面之后 它会跑出这些东西来 可是各位先别急着点它 因为点某一个就代表你马上是要去那一次 它会跑到拉附近去 但是我们重点不是要跑到拉附近去 我们是要找我们现在附近哪里有拉面 所以你这个打完之后 那个什么 你应该在那个键盘的输入键盘 它那边有一个放大镜所需的 像这个符号放大镜 在你那个输入的地方有个放大镜 这个放大镜的图案 或者是一个像enter的符号 就是一个键盘 折下来往左弯的键盘 的符号 请你要按那个enter 因为像比如说像我按enter下去的时候 才会把那附近的 你看 但是它因为有时候还会固定跳到一家电区 那所以呢 假设我们是要找我们现在在附近 我们就搜寻完之后 我们点这个GPS 到我们这附近 好 我现在在这里 把一点高中附近 所以刚才讲过说 这时候看到的有红点了 这就是属于拉面的 跟拉面有关的 OK 有红点或是跟拉面有关 所以你看现在这边有两家 然后往其他地方呢 也会陆续出来 你看这边都有几家 可以看的 所以呢 好 假设我想要到 拉下面一点 好 就真的到 这个 假设真的到火车站 这家电 然后呢 车子 点车子 好 它是不是就一个路线出来 OK 就有个路线出来了 好 路线出来了之后呢 请各位看哦 你又不是一定是开车 你可能是做交通工具 那你看哦 当你这样搜寻出来 这边就有和谐 你是开车 还是做交通工具 还是走路 比如说 然后点交通工具 来 点交通工具它就很好玩 点交通工具它有时候会给你好几个方案 会给你好几个方案 那你看哦 像这个地方 它觉得最好的方案 就只有这个 就建议你干脆做捷运信力线 其实不止 当然还有捷运 看水线 好 它其实两个都是走通工具 到这里 所以呢 假设你今天 像你做这一段 它都放你前面就算好 有没有 几分钟都出来了 有没有 那如果你走路呢 哇 走路就很久了 如果你想要从我们这附近走 要一小时 两分钟才走得到 然后建议你走成的路三段 OK 那现在我们回到刚才的开车 开车还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 如果你是有开车的人 你现在用这个东西做你的那个 行车 行车这个导览 是已经还算不错了吧 现在我用开车的 然后点着20分钟 点下去 好 然后我们不是按开始吗 按了开始 画面有点慢 好 开始导览了 好 就是假设我车一边走 这个肩头就会慢慢往前走 有时候等红灯的时候 有时候你是希望看看 我到底下面哪哪几个路口 要特别要注意要长弯的 想要预先看 预先看也可以啊 你就手指在这上面 然后滑一下 你先预先看 可是跟各位讲 当你滑开之后 你的地图就暂时不会跟着你的车子在你走 因为你预先 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还要看多久啊 所以已经 因为有可能是坐在你旁边 位置的人在帮你看 他帮你先看看 下面哪几个路口在哪 走一走 可是你现在目前开到哪里 马上跑完起 然后别人帮你说 你先不要开这个地方了 早快我要看我开到哪里啊 那怎么办呢 各位我们会注意到 这地方就叫做恢复 恢复你去点一下 他就会好像回到你现在车子 所在的地方 继续跟着你的车边开 箭头边跟着走 所以别忘记啊 有些时候你要先预看下面几个路口 当你一开之后 左下角恢复就会出现了 因为呢 移开的时候 有可能是正常稍微停车的时候 可以先稍微看一下后面下面几个路口 可是呢 绿灯了 车子要开了 所以你刚快按规復 恢复按了之后 他马上回到你的车子 现在锁在这一边 你这样一边走 就可以一边听他讲话 下面几个路口要左转 还是右转 这样子 他就会讲 OK 而且呢 这个资讯 还不错 提供给你的是 这边有 走到那里要20分钟 公里数是多少 6.9公里 所以预计办法的时间 是 9.9公里 是10分 OK 好 那另外呢 还有什么资讯呢 来给各位看 有时候呢 通常哦 建议你一边开车的时候 是最好是坐在旁边的人 帮你查去 来 我先把这边打 打查查 回到刚才的搜寻的地方 我这边先打查查 假设你今天人 在哪个位置 我先把他定住啊 我人在这附近 好 我人人在这附近 我 请想 想好 假设我要到 我要到火车站 要往下走 可是呢 现在是下半时间 我要走哪里 都会比较快 怎么办 走哪里 看 各位看一下 各位的 各位的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三条线 有没有看到 三条线 有的人是在下面 这里 有一块 三条线 有的人是在上面 这里有三条线 我点一下这三条线 或者是拉过来 有没有看到 其中有一个叫路况 点一下路况 有没有看到 地图上怎么出现的绿绿 还有什么 黄黄的 绿的代表顺畅 黄的代表 车多 红的代表 幼色 幼色 比较幼色 所以今天你要走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我接下来放大 你们看得到 你们看得到 我们一般的 那个文林牧圣 通常都 这是 中山北路 中山北路 是这一条 中山北路 是绿色的 代表车流量很顺畅 文林路 是这一条 建坛前面的文林路 通常都是很塞车的 有没有 所以是红色的 然后呢 过了 比较试一夜市 这一段的上去一点 就稍微 比较车多 而已 那这里幼色 主要常常都是 行人在那里 让车就会放慢 这个 这个 车流量的 车况的 路况的咨询 还蛮准的 那我们前两三周 我 那个我们跟 一群人 去 那个 伊兰玩 然后 那后来已经开到了 后来想说要飞开的人 我们到底要走高速路吗 还是要走北斌 那时候是礼拜天晚上 那我们就忘了先看这个 我们就想说 礼拜天晚上 应该那个雪碎 有很塞 好吧 反正我们也是玩 我们走北斌 慢慢走 结果我们想要走北斌的时候 大塞车 这时候我赶快把 故作地图叫出来看 那个 从那条线 一直到 他就知道盗芙蓉 全是红的 结果快仔细想 有什么盗芙蓉 会红的 原来 那阵子是芙蓉的三标题 真的 那时候真的就塞在路上 塞不久 所以呢 各位 未来 如果 你要出门 好 但是我要做 这有个先决条件 这些 他要 侦测这些路况 都必须是要 连上网路的情况 才能够抓路况的情况 下面 GPS 不是给你传资料用的 GPS 当然 他传的资料 是你的 地理位置的资料 就是说 你现在车子在哪一点 OK 但是如果你车晃的资料 你一定要有3G网路上网 那你说 那我会连WiFi 你车子开到一半 你要随时要连那夫妻的WiFi 但是说不定还有账号密码 就算没有账号密码 你过两三个路口 又要再去连别的WiFi 很麻烦 所以才会建议各位 最好起码 会有一个少 每一个月 可能最少有个BG的 3G上网的那个 那个是蛮实用的 OK 如果你常常 喜欢去外面玩的话 这个就能实用 好 这个是路况 好 一样再请各位看一下 三条线这个地方 左边 有人在上面 有人在下面 三条线的部分 再去点一下 或者是把它挖开来也可以 我们再来看一个 就是卫星 卫星的图 这就是空拍图 可以让你看看附近的建筑物 是长成的 可以放大一点 好 你就可以看到附近的图 长成在白云高中的 图 好 从上面看下来 我们路口在这 两房的书还蛮多的 然后呢 进来之后 到这边来想喝 OK 那就从上面可以看建筑物 好 当然有时候你在乖 有时候你这部分是可以做倾斜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给各位看 倾斜 但是倾斜 有些地方 它有做3D的建筑物 出来 但是台北 台北好像还没有 但是如果你去美国的大城市 洛杉矶 什么等等 那个大城市基本上 它有帮3D的地方出来 你就可以倾斜看 它就各个房子的高度都出来 还不错 好 先请各位把卫星 跟那个路况 来试试看 好 看等一下你要 我们下课回家 那个路况 你想要走哪一条路 是比较顺畅的 好 假设你是开车 的话 哪个路况比较顺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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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